故事來到了中後段高潮 小丑在電視台對著廣大的市民朋友宣布他是好人 他要大傻逼 然後Bayman才是壞人 市民看起來都好開心喔 我說Bayman你根本不用為了他們這些超容易被洗腦又見錢引開的笨蛋們每天做的那麼累吧 Bayman表示我本來就是做興趣的 管家阿福眼見布魯斯一直不表白也不表明 乾脆幫他一把吧他去把女主角帶到蝙蝠基地 這時候他才患然大悟原來布魯斯就是Bayman啊 簡直就是中兩次樂透的概念嘛雙重驚喜啊 不過他顯然不覺得這有什麼好驚喜的 看來他還是比較擅長受驚嚇 小丑的計畫是在市區舉辦超大型嘉年華遊行 然後一邊大傻逼一邊用毒氣來送傻逼們上天堂 於是把毒氣灌到幾個超大的氣球娃娃裡面 準備讓他們爆破在市中心 果不其然Bayman又出來搞破壞了 而且這次還是開戰鬥機 有錢人就是浮誇 他讓毒氣球飛走導致小丑又氣噗噗的畫面真的有個好笑 然後兩個人正面交鋒 這裡的橋段因為被洛蘭沿用到黑暗騎士的變成經典 就是小丑充滿莫名的自信用肉身支撐引起Bayman的畫面 也不知道Bayman是被他的勇氣感動到還是震懾到了 怎麼射都射不準 反而被小丑從補包的褲盪裡面掏出來的超長現象槍 一槍擊落 雖然有點莫名其妙不過有帥到就好 接著小丑把獸金姐挾折到教堂頂樓 並且派出小弟們一個一個單挑Bayman 話說你們要是一起上的話說不定有勝算 真的是有夠笨難怪只能當小弟 Bayman過關斬將之後來到跟小丑的附近 獸金姐為了轉移小丑的注意力 洋裝開始發春 這讓Bayman成功接近小丑對著他一陣瘋狂修出 而小丑也不是省油的燈 雙手一拉就跟兩個人交換位 簡直就是大衛魔術師 小丑要讓這對狗男女一起共渡防拳 這裡的歡樂TX5真的有夠壞 我喜歡 然後這教堂真的是豆腐渣工程 笑死掉 結果前來營救小丑的直升機趕到現場 小丑人都還在解決完就爬上去神梯 可能被溜之大城 酸 然後輪下後患的結果就是被後患反殺 背面突然利用繩索槍把小丑的腳跟劍物雕像綁在一起 然後小丑就因為直升機的拉力跟豆腐渣雕像一起自由落體了 畫面由遠而近的同時 詭異的笑聲也不斷接近 這是來到小丑的臉部特寫的 看來他已經死透了 但是善笑細虐的笑聲依然回蕩在這個城市裡 警察從他的衣服裡取出了一個還在不停發酵的笑袋 這就是小丑的結局 而背面則洗漱了小丑栽贓的惡民 成為高潭室的守護者 獸精姐也不用再獸精 坐著管家開車扳回背面的住處準備迎接英雄的歸來 第一集完 接著來到第二集 在33年前的一個聖誕夜裡 高潭室的一對權貴夫妻生下了一個可以徒手撕貓的畸形兒 身為權貴的夫妻覺得這個怪物太可怕了 於是把他連同嬰兒搖籃一起丟到大盤裡面衝走 不過水流看起來蠻溫和的 所以搖籃漂浮得很安穩 就這樣被衝到一座廢棄的企鵝動物園 然後悲群企鵝養大 這就是企鵝人的起源 時間來到現代 一個馬戲團風格的幫派出現在城市的聖誕節活動現場大搞破壞 背面在家裡看到市長發出來的求救信號燈之後立馬出動 這時候背面趕到現場對著企鵝人的馬戲團部下們一陣屠殺 這一個背面沒有在那邊跟你不殺原則的啦 有夠爽的 然後他看到一個天然呆美女被嚇死 身為一個花花公子肯定是要先救美女在說的啦 讚喔 事件結束之後有一個人被契兒的人帶到一個看起來很涼快的地方 這個人就是貝多芬 不是 是一個步伐的大奸商 其實他就是剛剛活動現場上演講的人 借人的目的是想要利用貝多芬的詮釋來幫助他能夠重見天日 拿回他身為人該有的一切 然後威脅貝多芬如果不重的話就把他做過的所有不法行為全部公開來 不只氣而人知道貝多芬的商業陰謀 連他的秘書也就是剛剛被蝙蝠俠拯救的美女 也發現到他打算靠發電廠來非法獨佔城市的電力 只能說這個老闆的商業基金保管得很不周全 小秘書只是想知道老闆為什麼要收集電力 結果老闆聽到他知道這個秘密後整個壓起來 跟他說你知道他的基金會嚇死什麼嗎 把他逼到窗邊再趁勢把他推下去 話說又是一個豆腐紮工程 大老闆的公司竟然用這種破窗戶 秘書因為剛好摔在這椅盆上面所以撿回一條命 被一堆野貓舔舔之後醒來 人格也就此產生巨變 回到家把自己原本可愛又溫馨的小窩砸爛 看來這隻是蠻可憐的 然後開始做貓裝 這就是貓女的起源 話說他根本是被秘書工作耽誤的服裝設計師 都這麼崩潰的情況下還可以做出剪裁精緻又緊身的性感皮 愛了啦愛了啦 來到企鵝人跟奸商這邊 他們合作上演綁架市長的小孩 然後再由企鵝人營救小孩的戲碼 然後簡簡單的就成為全市民的英雄了 話說高潭人真的很好騙 智商堪憂 難怪一堆奸商跟惡徒啊 接著企鵝人就去驅公所翻檔案查身事 結果發現爸媽老早就往生了 奸商的發電廠陰謀提案也沒有被市長採納 所以最後他打算用計推選企鵝人當市長來牟利 然後一天晚上貓女在街頭尋找欺負弱女子的歹徒 用利爪讓歹徒升天之後 完全不接受這名女子的道歉反而嗆他太脆弱了 接著就後空翻退場 可以說是一個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呢 然後隔天若無其事的繼續以公司秘書的身份出現在老闆面前 剛好這時候悲滅而已 布魯斯維恩的身份在跟這位老闆談事情 所以這兩位算是第一次碰巧遇上 看布魯斯那一任一任的表情肯定又在心癢癢呢 然後奸商這邊呢 看到了高潭人的腦子都day side很好騙 所以帶著一條魚跟他打造了競選團隊 準備讓企鵝人選市長 這裡企鵝人生吃生魚片的樣子應該連日本人看到都受不了吧 吃完魚企鵝人叫他的馬戲團破壞城市治安 打算先搞臭先任市長的名聲 然後再做賊喊抓賊 然後就能順理成章當市長了 然後這時候背面趕到現場 對著企鵝人的馬戲團部下門一件瘋狂輸出 把炸藥塞到一個胖子的褲子裡面讓他爆炸 我看到整個笑出來 看他這個變態的笑容 扭曲程度根本不輸小丑吧 然後這時候貓女剛好在附近軟巢 真的是多才多義 還會體操跟甩鞭 這時候胖警察說我不知道是要開火還是要醉入愛河 然後這時候貓女跟他們說槍跟老二都搞不清楚可憐蟲 然後警察說小姐別傷害我們 我們的薪水不到三百塊 然後貓女嗆他說薪水太高了滾吧 然後警察就落荒而逃笑死了 背面終於找到企鵝人 但是這個時候剛好也在鬧的貓女就跑過來打斷他們 我們到處理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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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